大家好,我是夜晚三点半的鬼叔 今天鬼叔给大家带来的是韩国悬疑电影《母亲》 电影主要讲述了一位平凡的母亲 为帮助儿子洗脱杀人罪名而孤军奋战的故事 故事开始翠花的智障儿子泰宇被奔驰车撞伤 但是肇事车辆却并没有停车 好友郑泰带着泰宇一路追到高尔夫球场报仇 为了报复打球的教授 郑泰将奔驰车的后视镜踢坏 泰宇一边捡水中丢掉的高尔夫球 一边等待肇事人出现 等到肇事人出现后 郑泰上去就是一顿暴揍 随后便被带到了警察局 教授向两人索赔 泰宇便被当成了挡箭牌 成为了损坏车辆的人 从警局出来后 泰宇去找郑泰喝酒 但此时的郑泰却趁着夜色回到球场 找出了白天扔进湖里的球杆 而泰宇却独自喝了很多酒 眼看郑泰迟迟未到 泰宇便想要回家 离开酒馆的泰宇 尾随一个叫文雅的女学生 结果第二天文雅的尸体 就出现在了屋顶上 而在现场的泰宇 也就成了嫌疑人 智商有缺陷的泰宇 在警察的威胁下 划鸭认罪 得知儿子入狱的消息 翠花四处奔波 找到了镇上的律师为儿子翻案 但是律师对泰宇的事情并不上心 之后律师还告诉翠花 对泰宇来说 在精神病院待四年 是他最好的结果 对别人丧失信心的翠花 便决定自己来收集证据 随后翠花感觉 郑泰有些可疑 便潜入郑泰家四处搜索 最后在郑泰家找到了高尔夫球杆 上面还有红色的痕迹 认定郑泰就是凶手的翠花 带着球杆到警局报案 但是等郑泰被传讯后 警察发现球杆上的只是女友的口红印 失望的翠花离开了警局 在路上还碰到了收废品的老汉 等晚上回到家后 郑泰早已在家中等待翠花的归来 并勒索5000元作为被诬陷的补偿 郑泰还告诉翠花 其实他也认为文雅并不是太语所杀 这一切都很蹊跷 为什么凶手没有将尸体埋掉 而是选择放在屋顶呢 文雅是个浪荡的女子 她与很多男性都发生过关系 这次的凶杀案很大概率是因为感情的问题 得到线索的翠花 隔天便开始四处走访调查 关于文雅的事情 还找到了文雅的朋友 刀疤女 刀疤女被两名男同学欺负 翠花及时救了她 随后震态赶到 拷问了男同学 从他们的口中得知了 文雅有个日本男友 还得到了之前文雅 想要用手机换米酒的事情 随后翠花便赶到米酒店 找到了文雅的手机 经过太语辨认手机中的照片 翠花发现收废品的老汉 可能知道什么 来到废品站后 翠花从老汉口中得知 那晚就是太语将文雅杀死 不相信的翠花 一时冲动杀死了老汉 并放火烧掉了废品站 隔天警察告诉翠花 抓到了文雅的日本男友 并在她的衣服上发现了文雅的血迹 已经证实日本男友就是凶手 太语是清白的 之后太语出狱与翠花 外出郊游的时候 太语交给了翠花 掉落在废品站的针灸盒 故意杀人的翠花 不得不用针灸的方式 来淡化自己的痛苦回忆 该片获得了第三十届 韩国电影青龙奖 最佳电影奖 从这部电影中 我们可以感受到 母爱的无私与伟大 好了 电影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在车기에较成了 再车